我们这个期的课程大概说明一下 我还不确定说大家程度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刚第一次上课会稍微先了解一下 大家的接受情况 再来决定这个Round的进度 早上是跟Web有关 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就跟Python的一些基本应用有关 到网路爬虫部分 相对的早上会比较复杂 其实本来我是希望早上的课放在下午 下午放在早上 不过因为早上刚好两个小时 刚好放早上这个刚好 所以变成说也许我之后上课 我干脆两个或许会反正都同一个时间点 那也许我两个会穿插的讲 所以这部分的话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相关的补充资料会放在这边 所以你将来的话可以把它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也许把它打开之后输入这个gg.gg的网址 其实这个网址还蛮好记的 就是NCU 就是中央大学的缩写 Djungle OK就这一个Enter一下 那里面的话就会放我们这个上课的相关的 包含用到的档案 还有就是一些source code 那我称它叫云端白板 OK 为什么云端白板 白板因为白板已经没办法写了 所以我只要写到白板 写到云端上面去 所以叫云端白板 这个网址的话你们再试着把它连看 如果有问题再说 OK 那首先接下来的话 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你会找到我的话 大概会有一些原因 因为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关资料的话 或者是我曾经教过的课程 你可以在Google Google可能在百度可能没办法 因为在Google上面的话 你搜寻关键 keyword是那个吴老师的话 那我的关键字连结是排在第一个跟第二个 可能第五第六海外是哪一个 反正你很容易可以找到我的相关资料 那第一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的YouTube的频道 我的YouTube上面的话 也放了非常多的教学影片 因为我YouTube的话 从2006年有YouTube开始 我就开始上传影片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习惯性的把上课的内容录下来 把它传到YouTube上去了 OK 我大概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题 因为每次同学都问一样的问题 我都觉得不生其扰 干脆把它录下来 你自己回去看 后来发现这个效果起好 为什么 因为同学再也不会一直问问题了 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大家都不敢都不问问题了 就觉得 因为怕 因为每次来问问题都说 我不是讲过了吧 你回去是不是没有看影片 对 所以 当然有个好处啦 保证一定学得会 你回去的话 如果不看 如果不学 那当然做不会是你的问题吧 不是我的问题吧 OK 而且我还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我没有一次不做 每次都做 所以我这件事情已经做了 2006年到现在2019 13年 而且其实2009年以前已经在做 那个时候不叫YouTube 那时候其实有个叫Google Video 不过后来那个平台已经不见了 其他的话在之前 在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我本来是在那个土木系那边 他邀请我去上的 不是Python 是上的是Android的课程 就手机APP啦 OK 你们应该有学过 那所以我对那个Android的开发 还有像Java的开发 其实也有相当的经验 OK 那另外的话呢 目前因为台湾蛮热门的叫Fintech Fintech就是金融的科技 也就是说呢 比较夯的部分就是像Excel VBA 因为现在大部分公司 其实还是用Excel去做一些使用 所以如果你关键这些相关的字 也会找到我的东西 那我大概秀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我个人 那我的潜力大概是在画面上面 不知道怎么秀 顺序啦 不过各位可以自己 第一个关键字我刚刚讲过 你排在第一个就是我 第二个就是我部落格上面有上千篇的教学部落格文 超过上千篇 OK 那里面都教学 所以我以前就习惯怎么样 反正下课之后我就整理整理 然后把一些教学重点 写成部落格文 然后放在那个网路上面 免费的让人家观看 OK 那第三个是我 其实也算是一个YouTuber YouTuber的话 各位应该听过这个名词吧 YouTuber的话实际上 本来没有这个名词 那后来的话因为 YouTube慢慢 应该叫火红 那之后的话呢 就很多人专职就是做YouTube的影片 放在网路上给人家观看 然后他的工作 他的收入其实来源就是从那个 就是YouTube给的广告金 OK 所以每个月其实也都会有一些费用产生 另外的话 当然还有一些业配 比如说他可能拍一些影片 是跟那个厂商之间做合作 OK 那这样的收入你说好不好呢 其实坦白讲 好像台湾蛮有名的一个叫什么 小玉的 他一年的收入破千万 千万台币 好不好 千万台币 大概人民币可能也在两百左右吧 应该有两百万 那另外的话呢 我还有一个资历就是说 我曾经担任过一家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有五年的资历 OK 那目前那已经卸认了 而且那个是创业初期 那也拿到了这个经济部的 台湾的经济部的那个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OK 所以有一些那个相关的经验 另外的话还是 目前的话是资讯公司的那个顾问 OK 然后大家也担任那个一些像 类似像这样的课程 就是学校单位邀请我到学校来帮忙收一些课程 所以当然我除了说有这个教学经验之外 当然也有实物经验 我不是只是单单只是讲理论的 OK 我不要强调这是实物经验 就是你一定要做出来才算数 像这种东西你没有做出来都是假的 你理论讲再多都是空的 OK 你做出来之后再讲才有意义 如果你什么都做不出来的话 你讲一大堆冲击量真的就是空话 OK 好 那另外的话除了在业界 在学校单位 像源氏大学在附近 然后动物大学 其他的话有固定开一些课程 我目前的强项比较多是教授 像Excel 因为微软目前在台湾用的非常普遍 Excel 里面撰写VBA程式 OK 有听过这东西吧 其实简单讲起来 其实他就是跟 应该有听过VB大内者吧 微软的 VB Visual Basic 有吧 实际上他这东西就是Visual Basic for Excel 意思就是说 就是在Excel里面做开发 那也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 它就是一个database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些 就是资料存取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老板要看报表 那我就直接把程式全部写好 一键按下去 报表自动产生 自动也可以捞网络的资料 或者是拉database low data 马上可以把报表做出 自动再把图给做出来 自动再寄给老板 OK 目前的话 我想应该很缺这种 而且现在蛮多 台湾的金融分析师 他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把Excel VBA弄好 然后可以自动去抓取全世界的 可能几千几万档股价 或者是股市资料 或者是一些金融商品的一些相关 data 然后自动去做刚刚讲的 自动做逻辑判断 然后自动产生一些报表 自动做后续的分析 OK 甚至还有所谓的城市交易 自动交易就完成了 OK 那从中其实可以赚到蛮多的差价了 所以这部分当然在台湾 应用其实还蛮普遍的 其他的话 在其他单位也有 这些相关的资历 最近是像台湾统一证券 像全球人寿 中国人寿等等的一些单位 那另外也拿了一些奖项 那个资历工业基金会 颁了一个奖项给我 名称就是叫 卓越贡献教师 OK 不过有点过了 我是觉得 另外的话 文化大学推广部也颁了一个奖项 叫趋势先锋 趋势先锋讲 那其他的话 像也有接受一些采访 然后另外的话 我在台湾的 那个后面听得到吧 那个症状的数量的话 也超过30张 而且最近的话 有办了那个几个证照考试 我也去参加考试 反正试考看看 发现还蛮简单的 最近也考了两张证照 可能跟我们这些课程 还蛮有关系的 所以我到时候也会把 那个证照的考试题 也许给你们考考看 好不好 如果你能够很轻松的通过 那表示你应该有一定的能力了 OK 不过我是觉得题目还蛮简单的 我是觉得 Python带给我最大的 那个冲击是说 我以前可能要写 一堆的call 现在的话呢 只要写这样子 非常少的几行程式 我就可以做到以前 要需要写一堆call的那个结果 所以让我觉得说 哇这个Python真的是 未来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那也就是说以后 甚至可能不一定是那个 那个像资讯 你们叫什么科系 软件工程 就是不是这方面背景的 也其实也可以写出这样的call 所以这东西会越来越简单 它尽量就是让你做越来越 很白话的 就是说很简单 一般人其实 甚至我觉得未来可能像中学生吧 可能他如果花一点时间 应该也可以把这些学会 那所以未来这些东西 应该慢慢会在 那个 我们的 这个身边 越来越 而且Python下一代的语言 可能也慢慢出现 可能又更简单了 那慢慢以后会不会更视觉化 我觉得也可能以后 但现在已经有一些城市开发 是用一些视觉化的方式开发 那 大概是这些 那我目前的 证照的章数 我大概估算一下 我大概有30张 相关的那个license 谢谢 我目前的话有那个 大概30张 那各式各样的 这课程都教过了 所以城市方面的课程 其实我早期我任何的软体 不只是设计类 像那个工业设计 不只是城市设计类 软件设计 其实在那个像工业设计上面 我也之前也花了蛮多时间 在教这方面课程 所以我对那像autoca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就是画那个室内设计图的 没有 我是建议 你们不能只是单单熟悉你自己的领域 一定还要熟悉其他的领域的东西 否则你不知道怎么用 像这些东西冲击量就是一个工具 工具就是只是解决某一个问题 但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比较多就像你修车师傅 你有工具但是问题没有客人的话 或者你不了解客人的需求 当然修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 也许最重要还是要能够跨领域 所以现在最缺的人才是 你除了有可能软件工程的专业之外 可能你还要熟悉其他领域 像我之前有认识过 熟悉什么?熟悉会计领域的 他可以去设计会计的那些相关的系统 那你想说那我不懂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啊 可是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会不一样 就是会感觉会计人员就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那会计人员可能已经跟你沟通过 你又改了 他说这个还是不是我要的 因为没有那个feel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了解 他要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觉得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那其他的话当然还有蛮多的 所以我建议是多方去了解 另外的话在就是 我们的电脑领域其实也蛮广泛的 其实也不是只有像我们现在python 那python的用途可以拿一些 目前当然主要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还包含就是web的部分 其实未来可能python也可以拿来写app 目前其实已经有了只是不好用 OK 我有看过网络上也有人就是做相关的分享 但未来可不可能变成其中一项语言 拿来做开发开发app 就你不要用java 我觉得是倒蛮有可能的 那只是什么时候出现而已 如果可以拿python来开发app的话会简单许多 因为你们应该有用过anjoystudio 你会发现真的是超难用 不能是超难用 真的用起来loading太重 而且跑起程式其实要写蛮多的 而且如果你对于那个程式语法 物件导向观念不清楚的人 其实可能会写出很多的问题 你光要开发一个app 感觉就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说你如果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工具 或许可以让开发app不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未来也是一个趋势 那这是我的相关证照 这个也是前几天才拿到的 那我把它scan一下 它长这样的 就是它反正就是一个 有人盖章有人背书 表示说它就是一张 类似你们毕业的时候也会给你一张纸 冲击一张就一张纸 但是它重不重要 我觉得有的关键时刻蛮重要的 没有这张纸 你很多事情就是办不到 或者是说人家怎么 你怎么证明说你这方面是真的专业 OK那有的时候就是看这张纸 这张纸背后的意义我觉得还蛮大的 所以未来我可能会拿这些题目 来给各位稍微练习一下 所以你们要点心理准备 这个是第二张 其实这两张考的间隔也不大 大概相差个半年吧 所以我每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些新的license出现的话 那我当然就是去了解一下 OK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因为这样的关系 最近有一个班上同学 就是证照班 他们有24个同学 那就是学这些课程 然后24个同学就考 通过人数刚好就24个 其实也就全部通过了 OK 那大家蛮开心的 课后的话 我本来我的习惯就是走了 不过他 他们年纪当然有老有少 年轻一点的话 可能跟你们年纪差不多 年纪大了可能已经大概已经60几 应该有吧 那 再来的话 那个考试的类型 它大概就分成五类 五类里面的话其实就考这些刚刚讲的东西 像基本的程式设计 选择叙述就以佛逻辑 那回圈 还有进阶相关控制 还有方选等等的 大概会有这些 那未来的话 我也拿这些题目给各位做练习 然后 后面到九类 其实这个证照也转过有九类 然后后面第六类的话有listen 然后tupel set dictionary 这些东西 那你们之前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吗 python的 有吗 没有 OK 那其他语言应该 java应该有吧 OK 那其实listen就跟java的 那个array是一样 类似东西 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那个listen 他可以放不同的资料形态 就是你可以 像array里面全部都是放integer 就全部放integer 但是呢 listen它可以一个放integer 一个放string 一个是放其他的double等等 都没有关系 OK 好 那这个是考试的结果 反正就 我把那个我考完100分 最关键是下面 如果那个解析度不太高 大概show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我的部落格的状况 那另外的话 我也担任过那个 就是证照license考试的那个专家 还有审题命题的委员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相关用书 这边也会提到 这本书的话 我可能会用到这本 就是叫python的那个驾站 特训班 他的名称取得真的是太浮夸了一点 最强实战 OK 不过现在如果你书名没有取得浮夸一点 可能会卖得不好 所以一定要把它取得那个 好像很让人家觉得 那另外 那个python部分是python初学特训班 不过坊间这些书 真的都有点不符实 因为像他初学有没有 他说初学的 初学啊 你会发现里面的内容 根本一点都不初学 初学意思是说入门 所以里面内容 我觉得它有点难 不是很简单的 如果像初学 就是一般人如果买回去看 会以为说这应该很简单 就发现没那么简单 很多人其实看了之后还是看不懂的居多 好 其他还有相关用书 不过这些你们不用特别背 到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我刚刚给各位云端的位置 里面可能把它弄成在讲义区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找一下 讲义里面也有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看有关python的设计哲学 我刚刚特别提到 它其实就几个 刚刚讲的真的就是优雅 什么叫优雅 且程式怎么会优雅 对不对 coding的时候怎么会优雅 真的 我觉得你coding 如果可以coding到很优雅 那表示你就另外一个境界了 而且coding的为什么工程师不能优雅 而且为什么工程师一定要长那个样子呢 或者是说可能比较不那么注重外表 像有些工程师就是那种style 对不对 能不能就是你虽然是一个工程师 但是你让人家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很有质感 有没有 像apple的东西 像贾博士他要求这些些 把美学的精神放进去 那东西就不一样 卖贵一点大概大家也都愿意接受 对不对 就是不一样的质感 OK 那怎么样才能优雅的起来 如果说你以前用c或c++写 你就优雅不起来了 你可能就头颗快爆炸了 但慢慢到java可能还好一些些 到了python我觉得真的可以慢慢优雅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真的你可以少写很多东西 那少写并不等于你就可以随便 你还是很严谨的去写 只是说你可以不需要说写那么多 他另外很明确 再来就是简单 OK 因为他把一些东西把它就是丢到外面 一些library韩式库就帮你解决掉了 所以慢慢你们也可以要学习 就是找到对应的library 网路上蛮多东西 蛮多东西可能要去找第三方的 或者是说有人把那些 那些那些function release出来 你要找得到 把它放上去 也许问题就解决 像一些什么影像变 人脸辨识好了 像那个网路上一堆 那哪一个是最符合你需要的 不见得你可能要自己踹一下 有些东西可能 我们会讲的也许是入门 但是有些最好的答案 你可能要自己去踹出来 因为每一种个案的需求都不一样 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呢 那个国外的那个语言排名 目前来看 这个python的排名越来越往上 那java的排名越来越往下 尤其在台湾的感觉 好像有个大概去年就已经 慢慢呈现死亡交叉 所以死亡交叉就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那python慢慢就往上 然后这个java的话就入手 那我们今天的话 大概会有先把那个python的环境先搞定吧 所以请各位待会先做第一件事情 先去下载那个 就是Eclipse那个环境 那Eclipse环境的话 因为好像刚刚助教有提过 就是我们已经有装了一些东西 不过已经把这个Eclipse装上去了嘛 对不对 但是电脑就是掉了这个就有了 已经有了 对我们没有特别打了就掉了 那这个其实就再装一个外挂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话 在help里面有个install new software 你刚刚有装那个 我们找到原因 就是说 对 也是权限问题嘛 对 可能 要 要用管理者 对对对对 哦 OK 就要右键 就要请大家要用 管理者身份登录 对 其他数字 确实TA 是不是 密码就是他们说要我们做交代 哦 那你 我再帮大家打一下 OK 可是你先说要装哪一个 然后我下课帮我一个打 好 那我还是建议哦 因为这个是已经装在这边的店 那我是比较建议不要用setup版本 因为setup的话它就固定在C叠 那如果我是建议你们选的是 免安Portable的 免安装的版本 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的话 你可以把它从你的随身底下U盘嘛 你可以直接带到另外一台电脑 你就不用重新做了 那要做一次就OK了 很多环境就做一次 以后的话呢 就拿到到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了 那只是说呢 还是需要我们先不要用setup版本 那请各位 一样去download了 不过download可能会 可以占很多 那这边内部有没有那个file 就是可以往翻或者是 好像没有 有 我刚才测的往后好像没有 哈哈哈哈 嗯 Eclippis哦 试试看好 试试看还蛮快的 好像有个问题 是 哦这个好问题 哦这个好问题 你想上课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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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那个 哦 嗯 这个东西来比较重要啦 哦 对 就是要 是有产能的啦 OK 哦 那 等一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download 这个 Eclippis 然后 另外第二个就是 去download那个 就是Python的那个环境 那坊间书籍是要我们去装那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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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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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个蟒蛇啦 不过那个东西我倒目前比较不建议你装 主要原因是因为哦 那个装起来哦 这个太多太大了 而且安装的时间太久了 他光下载那个档案我记得好像就是快一GB了吧 你装起来都好给GIG啊 他们的电脑好像都 已经有了 安装已经有了 不过我建议啦 我的习惯还是用从Python的基本的东西开始就好了 因为比较轻便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去下载 那早期的话他这个Eclippis里面的话 他是有分32 bits跟64 bits 不过我看了一下好像那个 他的环境好像全部都把它改成60 bits 好像32 bits 是不是好像就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登录那个Eclippis for java就好了 所以请各位找到那个Eclippis里面 然后登录找那个第二个选项 找for java的 那for java不能开发Python的话 我们只要加装一个外挂就可以了 待会再来先把它登录 登录是请各位选择windows的 然后刚好先下课是几分 10点50 中间下课是50分下课 不然我们就是先下课休息一下 请各位就做 待会有时间先做download 那个Eclippis 那个for java的这一个 因为可能会跑比较慢吧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到那个Python 你就Google关键字打那个Python 这也可以啦 就可以了 非常简便 那当然我们要先知道说那个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是把懒人包做出来的过程 今天跟各位分享 OK 那download的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 它预设的版本好像是 这个download的版本 特别注意 它download版本好像是那个 预设版本好像是32的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把它改成64 所以可能要再点进去查一下 有没有那个download里面 有没有是Windows的版本 然后要是64的 记得要找那个download的时候 它预设的好像是X86的 X86就是32bit 如果你用X86这个版本 你就跟Eclippis没办法搭配 如果你是64bit 你两个都要64bit 如果是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先做这件事情 就是X64的 OK